大家好,我是小树,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武昌区啊,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武汉呢,今天呢,突然开始下起了这个大雨啊 昨天的话还没有怎么下,今天雨下的特别的大啊 前天呢,还在穿短袖,武汉差不多有30度啊 今天只有十几度了,一下子降了十几度啊,朋友们啊 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今天雨下的特别的大啊 从昨天晚上后半夜开始,一直到现在啊 还在一直下这个大暴雨啊 雨下真大啊,今天的话武汉这边突然是降温了啊 感觉这个冬天要来了啊 因为今年的话,说实话,这个降温降的比较晚啊 前两天呢,都是28、9度 中午那时候穿短袖啊,很热啊 今天的话,突然降温了啊 刚刚查了一下,今天只有这个18度啊,16度左右 一下子降了差不多十几度啊 哇塞,这个雨真的下的好大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 感觉这个雨啊,下的起雾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真的是倾喷大雨啊 我也相信是今天开始啊 武汉这边应该不会再热了吧 今年的话,说实话,温度真是降的比较晚 在之前的话,每年这个 十月底啊,十月中旬都会降温 今年的话,这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啊 今天都十月五号了,朋友们啊 前天呢,还在穿那个短袖啊 今天直接是要穿外套了,朋友们穿毛衣了啊 真的是一上秋一上寒 如果朋友们,此时啊,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今天出门一定要注意保暖 说实话,这个雨一下子降温啊 下雨降温,最容易这个依发感冒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注意身体,注意健康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路上的行人是基本上很少 因为那个雨下的太大了,说实话啊 清门大雨,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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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好大的雨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